女星劉亦菲近期接演了有小說改編的陸劇《玫瑰的故事》 日前該劇終於殺青 所以網路上流出了一張 劉亦菲拎著超多代LV的照片 據悉她買了自己代言的精品送給劇組工作人員 出手擴挫引起熱議 事實上這不是劉亦菲第一次送精品給劇組人員 女星留言曾在採訪中透露 夢華路殺青時劉亦菲也送了主創團隊 一人一份精品 而且每個人的款式都不一樣 可說是非常用心了 不過先前有汪衣友指出 劉亦菲對自己十分節儉 一件羽絨服外套穿了十年 且款式在現代也不算時髦 但她依舊沒有淘汰舊衣服 可見她相當習悟 讓網友們紛紛誇讚 善良惡大方的神仙姐姐 真的是人美心也美啊 模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